今早一大大歡迎 方浩文 早晨 Hello 早晨 大家好 Eugen 你好 早晨 你好 我們剛剛就 其實叫做了2024年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不再重複以前了 我直接說說2024年 今年暫時這幾個月中 方浩文過得怎樣 非常之好 因為我又搬了房子 然後我又整理好 但唯一就是少了時間去健身 我自己要回到健身 回到自己的體能 因為差不多兩三個月沒有去 所以我就想重複這件事 但其實在創作或寫東西方面 文昌塔都擺得很好 所以都寫到自己喜歡的歌 所以今年的歌已經寫好了 一手一手這樣做 我目標希望可以做到五首歌 所以好像方浩文所說 今年的行大運的一個重點 文昌塔真的很好 我都在你的口中得知 文昌塔這麼有用 因為文昌塔在我的生命當中 可能我太差 可能我讀書太差 文昌塔可能已經幫了我 由零分變十分都幫了我 你有擺過嗎 我很久以前曾經擺過 我是第一次設置文昌塔 放在家裡 我覺得有點瓦砸 但我又覺得 OK也不錯 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承認 覺得挺旺寫的 等一下 你說你的文昌塔有點瓦砸 即是說尺寸都 它不是很大 但很明顯 你會看到它 我覺得它瓦砸砸 大約一個以前的古典拍子機 那又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OK明白 可能我以前那個太小了 你那個要買大一點 加上我本身太差 所以零分變十分 但我覺得很有趣 好像阿芳和我說 今年行大運 除了創作方面有很多靈感 也搬新屋 有很多新的開始 其中一個新的開始 對於你的生活很重要 就是有一個新的工人姐姐 在你家裡 當然啦 本身的工人姐姐 當然在家裡負責很多家庭細毛 甚至沒有由滲透 去幫助你 在生活上的很多不同的細節 先說一下這位新的工人姐姐 如何為你帶來 生活上有這麼大的轉變 她幫我偷了很多時間 因為我的小朋友很跟隨她 所以我沒有那麼癡身的時候 我就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去寫東西 或者出去見朋友 有自己的一個生活空間 一說到me time 都很開心 很開心 想起來我都陰陰嘴笑 所以我覺得 所以你還說不是閒穩嗎 真的閒穩 很有趣 聽到阿翔美說 想到工人姐姐就陰陰嘴笑 你知道這個實際上 甚至我先講本地 經常聽到很多 僱主說工人姐姐 她的什麼做得 她很多都很好 可能有什麼做得不夠好 但是這一刻 訪問就遇到一個工人姐姐 令自己平時 就算現在還在訪問 也會想起偷笑 其實不容易 老實說 不容易 所以我也覺得很感恩 會找到一個好幫手 幫助到自己很多 還有 其實個人精神上 都開心了很多 健康了很多 自信心回來了 回來了 你會覺得 多謝她為家的付出 所以我也很疼她 經常都說 有很多的工人姐姐 可能她離鄉別井 她去承奏別人家的家庭 承奏別人家的小朋友的成長 可能她自己背負 可能她自己的家庭 其實她自己也有一個小朋友要養 所以經常說工人姐姐有很偉大的地方 剛才唱片就形容 她跟你的小朋友Luca 很親近 很可以跟她相處 除了跟小朋友相似之外 聽聞在廚藝方面 都令到大家 在曾經吃盡苦頭的時候 現在就 2024年來一個大逆轉 對 我真的很喜歡現在方問 她現在不偷笑了 現在只是大笑 想起一個好的工人姐姐 因為我現在每天都吃飯 因為她的飯好吃 所以之前那個姐姐 我沒有一口好吃 這樣就瘦了很多 現在我每天都吃飯 覺得自己好像健康很多 有一個稱心如意的廚師 在身邊 因為她經常都想在YouTube搜尋 搜尋 又有一本筆記簿寫下 究竟加些什麼會更好吃 或者哪一道菜我吃過 她又會煮多一次給我吃 特地一個禮拜煮一兩次 讓我吃得開心 所以我覺得那種細心 還有那種努力 其實我放在眼裡 我覺得很感受 因為我覺得 雖然她的工作 但她是在滲透著愛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她 在這個家裡 去付出她的愛 去給小朋友 還有給我 那個主動很重要 有時候你可以看到她 你叫她煮 她就煮 但我想看來這一刻 高人姐姐的作用就是 她不只是理行她的工作 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也不容易 另外跟小朋友的相處 她哪一方面的細心 或者你看到她跟小朋友的溝通 是特別令她覺得 她付出的愛心 是比以往的高人姐姐 或者比身邊的朋友 認識他們的高人姐姐 這方面她付出的努力是多很多的 你會感覺到她經常摸著她的頭 有空會問一下她 你會覺得她真的很喜歡 跟這個小朋友一起 當她是小朋友 對 你會覺得很開心 而且她親愛她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她們的關係是越來越接近 但接近得來 和我之間也不一樣 那種愛也不一樣 所以其實整件事很平衡 所以我覺得很好 曾經聽一些朋友說 一方面很開心 高人姐姐和小朋友相處都很好 令自己有很多me time的時間 但忽然間me time過後 又會覺得 原來她們很親 親過好像只聽工人姐姐說 不聽自己說 即是根據你的形容 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沒有 因為姐姐做得很好 一件事就是 每件事要吃 要用 她都會先問媽媽 所以她也會做得很清楚 要聽媽媽說 媽媽不一樣 簡稱就是懂得分裝 所以她做得很好 所以我也覺得很神奇 自己可以在2023年尾遇上她 到2024年一直幫到忙 我就可以很專注地做事 我覺得自己又走運又很幸福 你看到姐方浩文說工人姐姐 都不單是開心 只能開支眼泛 有一種感動 那種開心 其實兒子 到了年終六歲 這六年間 其實是否看到兒子的成長 無論是身高 樣貌 甚至可能她喜歡的東西 這六年間 其實她的變化是否很大很大 她在我生活中永遠都像一個小朋友 但她經常跟我說 我不是小朋友 我是孩子 我不是嬰兒 她的意思是 我已經是一個未到青少年 但我已經長大了 她會這樣跟我說 但我永遠都覺得好笑 雖然說她自己是小朋友 但其實她還有很多行為上 都像是嬰兒 所以我覺得 可能媽媽心目中的小朋友 永遠都是小朋友 就算她多大 她六歲好 八歲好 十歲好 你都會當她一個小朋友 去愛護她 去照顧她 經常說到小朋友 不外乎最主要集中 可能是讀書 或者是她喜歡的課學活動 現在她讀書 或者是她自己 照顧自己讀書方面 她好嗎 她不喜歡讀書 她不喜歡上學 我又很明白 因為我以前也不太好上學 但也要上學 所以我也會勸她 不要不上學 因為她試過有一次 她跟我說太冷了 即是最冷的幾天 香港冬天最冷的幾天 她說太冷了 我不要上學 然後躲在洞裡 我說當然不行 然後我一腳踢她出門 然後要她上學 她哭著地上學 之後她就沒有再扭過 說要不上學 我又之後沒有再上學 嚇死我了 即是她之後沒有再這樣扭 對 其實教她有時也要狠心 因為那一刻我也有一點衝動 就是要不要幫她請假 她好像真的很冷 她好像很不想回家 但想著想著 還是不行 這樣中了她一次之後 就大劑 冷而已 所以我就硬著心 叫她出門口 要上學 然後把書包給她 叫她自己背著上學 然後她就上學 然後媽媽就有自己me time 回房間睡 當然重點就是 不想讓兒子明白 只是冷一點點的 她這個斧頭也熬不到 對 也會在小時候 希望她能學到一些價值觀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我大部分的東西都不管她 但價值觀以後 就守得比較緊 譬如你說她讀不讀書 或者是否很勤力 其實在我眼中也不太重要 反而她的價值觀是否一個好人 有沒有一些對世界性的觀念 或者是一些個人對人處事的價值 我覺得那件事反而是比她的學術重要 除了兒子的價值觀 就隨著成長慢慢培養 媽媽的價值觀也很重要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想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都說 如果做家長 就不想 希望自己成為那種 所謂叫做 怪獸家長 每一刻都有兒子學習 每一刻讀書 就算是睡醒就是讀書 讀完書就不斷溫書 溫完書就睡覺睡不覺 又是讀書 聽聞你對兒子的管教 或者教育方向 都很願意讓她放鬆 她喜歡玩遊戲機 就賣給她 比她有娛樂的時間 這方面其實 尚未是否從來 一直以來 對她的管教 都是屬於 不會著緊到最極限的地方 她真的喜歡 都要讓她玩 我想我是開心主義 還有我覺得 最重要是她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然後喜歡那件事 她願意努力 如果不是很喜歡的東西 上面是普普通通的 我覺得OK 但我覺得要平衡 譬如我經常覺得 現在的小朋友上學好像是上班 早上六點多起床 晚上到下午三四點才放學 我覺得好像是下班 我就覺得 我要給她半小時打機 所以我自己會買遊戲給她 和她一起打 有時會買Pokemon卡 和她玩 但要學東西上課 就收起這些東西 讓她專心補貨 因為她也有外部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是平衡 又可以玩 又可以吃 睡 又可以上學 總之是一個很開心的狀態 我覺得她快樂是更重要 她是否真的一個很出色 在學術上很出色的人 小時候 哪怕未開始打職場 就已經明白 Study hard Play hard 對 Play harder 正是因為媽媽也明白 Work hard play hard 真的要玩 真的要放鬆 真的要認真做事 也將這份工作態度 或者理念 從小時候已經開始培養 當然除了 Study hard Play hard 之外 Eat hard 都重要 有工人姐姐 令你們更加自由 更加圓弱 Eat hard 像剛才上面所說的 都因為有新的工人姐姐 她的煮菜很厲害 所以令自己增綁 聽聞兒子的口味 非常刁鑽 好像也不完全有關係 我相信工人姐姐 她有自己更加進一步的烹調技巧 會令姐姐更加願意接受她的食物 即她煮的食物 但本身 姐姐在吃東西這方面 也很講究 聽聞 她是很奇怪 她很喜歡吃包心似圖的食物 又喜歡吃老人家的食物 又喜歡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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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吃蒸石斑 魚鴿 這些全部都是我這叔叔 開始喜歡吃的 開始喜歡吃 當然她喜歡吃魚 小時候我們知道 十二個都是怕骨 盡量不碰石斑 一碰就碰魚柳 她喜歡吃奶尿蝦 喜歡吃很巨型的奶尿蝦 她不是自己剝的 她自己剝的 而且她很喜歡吃鳳爪 她吃得很黑 她要付出很多體力 付出很多心神 為了自己喜歡吃的奶尿蝦 但很奇怪 她吃的東西 我們家人也沒有吃這些東西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她會開始做這些東西 喜歡吃療心 喜歡吃花膠 真的很誇張 鮑魚 我試過經過一間金店 有一隻手工的金鮑魚 然後她說 鮑魚?我最喜歡吃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那些是假裝 人們會看著 一個年輕人說 我要吃鮑魚 我很喜歡吃 旁邊有一條療心 療心 療心 我也喜歡 所以是獨特厚味 像媽媽說的 不知在哪裡 不知在哪裡 得到這個興趣 經常都說她是歐蘇魯靈魂 對 可能她是來很多次玩的 這個遊樂場 所以對於這些食物來說 她很熟悉 所以很有趣 你想想想 小時候已經裝著 一個阿叔的靈魂 在當中 但沒有了 反而她的循環 隨著她長大 她會開始覺得 這些阿叔的食物 都是不好吃 都是吃小孩子喜歡吃的東西 但好啊 經常都說 最難平衡就是 怎樣安排小孩子飲食 雖然她實際上已經吃得很養生 但至少都不是那種 油炸 重口味的東西 她也吃的 物技她也吃的 有油炸有油炸 但健康她也攝取 小時候都是一味著吃油炸的東西 所以挺有趣 兒子這方面 有一些屬於小孩子的方向 另外也有屬於 比大人更大人的口味 她也有 兒子的食物這方面 你就非常清楚了 去到她自己喜歡的 可能是課活動方面 你覺得兒子是屬於 音樂或藝術方面的小朋友 還是運動方面 兩者皆是 我覺得是油魂方面 非常清楚 我帶她去學很多東西 她都是比較深散的 但她又不是不喜歡的 譬如她有學踢球 她在車路士也有學踢球 她也有學踢球 但她每次學每一樣東西 大家的同學很專心舉手 因為我和她一起上課 她在游泳 人家在控球 她又在拿著手來撿球 永遠都做一些 不是跟隨那一刻的命令去做 所以我自己就知道 但她是很創意的 她畫作中畫的東西 畫得很漂亮 還有捉一些形態 做一些輕黏土的手工 做得很像 所以我覺得她在藝術方面 她有些天分 所以可能會安排一些 藝術的班給她上課 所以都是有小朋友 自由地跟隨自己的喜好去發展 但也看到可能她的樣子很動 但偏偏在藝術方面 會更加找到自己喜歡的地方 找到自己喜歡的色彩 所以也只是因為世事難料 都等芳浩這個時候 嘻嘻看看一頭 聽聽你的這首新歌《神算》 稍後回到《一家大曬》 繼續有方浩文上銘在這裏 一家大曬 有我們這家人陪你嘻嘻哈哈 馬上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rpm 加熱 餅 再拍攝 按廉 高車 衝車 再拍攝 按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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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